各位全球唱法家人大家好 我叫中慧,來自台北 那剛才上一位就是我媽媽 那她最近就是剪了這個頭髮 我也覺得髮型很美 那就在最近的這一次 媽媽她去美髮店去洗頭染髮的時候 我遇到一位跟我同年紀的 她比我大一年而已 我今年27歲 那她28歲 那我們差距不大 所以算是同才間 那我一直以來在學校的一些人員的互動當中 我都是算是比較早熟的 因為我會覺得有點格格不入 不知道怎麼跟同才間去互動去聊什麼 就可能是話題上可能是沒有那麼的能夠touch到 可能他們會聊一些生活所說也是 可是我就是會比較關心的是 我在道場中會學到一些像是一些四書五經啊這些人輪道理 就是會有一些道理的產生在我的一些就是記憶當中 所以我會覺得時時時要去做一個規範調整 那我以前在道場中學習的時候有一位前輩說我的心不夠的軟 就是可能講粗的話也比較急 然後不懂怎麼去收縮這顆心 那我現在進超馬學習也有一年的時間 我慢慢覺得我的心變得柔軟一些 當我看到一些事比較不是我事 就是會真的會想掉淚想哭 像這個禮拜特別明顯 明明明不是發生在我身上 明明不是發生在我身上 可是我會有這種對照的心 比如說唱老師的得想女人話 或是寄語好 我竟然會感動的一直噴眼淚 我覺得我的靈魂會帶動我這種很感動的心 就是我覺得是上天給我的祝福 讓我有這種柔軟的心 可能是我遺忘的我心態僵硬了 不怎麼去跟人互動或聊天 那好在這次媽媽就因緣機會想認識 這個女孩帶我一歲了 她說她是學進攻法師的 她是逐步初步的宅女 那她都是自己在家裡修內功 自我修她的心這一塊 那我就覺得我跟她很有話聊 於是我跟她分享超馬 那她剛開始她很反彈啊 說超級生命密碼 只是通靈的 因為她說路上有人發千年之約給她這本書 她說她全部都看了 覺得這個是神神怪怪的 那我覺得我怎麼可以有這個說服力 所以在當下兩分鐘之內找出那個店家小抽屜 也有人布施那個小粉那個療育權力嗎 我就馬上翻開來跟她說 我很鎮定的跟她說 這不是你所想的那樣子 我們也是時修時練 照著老師說 蔡李旭老師說地址規聆聽 她就有帶入這個話題說 我最近也在聽那個音檔 就是地址規音檔 我說那很好啊 那她就進一步問我 那到底這本書裡面到底什麼內容 原來她根本沒有搞清楚 其實就是在教我們怎麼規範我們的言行句子 還有怎麼落實基本潛修一二三 就是你要先學會懺悔感恩跟法源這一塊 其實就是很簡單的這樣的原則照著走 那她聽了我這樣解釋過後 她原本是很反對的 就是有種排斥的心理 說我們這樣修的法不好 那經過這一次討論 才短短兩三分鐘 這個就是局面馬上轉了 可能是天地有在加持吧 所以呢就把這件事情給圓滑掉 圓融掉 可是我沒有想過我有這樣子的能力 可以去說服一個這樣子 就是有某種成見的人 那我很慶幸的是 她有興趣再進一步說 那你要不要來天原文化 有一個圓滿人生精英會 就是我們讀那本書 你現在手上拿到超級生命密碼 她說好啊 那下次如果我要來的話 她說記得約她來 所以我真的很感恩能接觸到超級生命密碼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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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